夫妻缘分已尽,是命里注定的。 在佛教看来,世间的所有事情都离不开因果二字。 我们一个人若是种善良的因,我们就能够得到善良的果。 为什么在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夫妻, 他们能够和睦相处生活得特别幸福, 而有的一些人却不能一起互相陪伴, 走到老却是吵吵闹闹的,家庭也鸡飞狗跳。 一个佛教的高僧是这样子说的, 每件事都有因果,夫妻之间的缘分尽了, 大多数是因为这两件事情没有处理好。 一、家庭和睦,再穷也能够发家致富, 在这个现代生活当中,经济发展越来越快, 有一些中产阶级或者中下产家庭的工资, 可能会赶不上物价的上涨, 因此会造成这些夫妻之间的财富问题的矛盾。 但是有很多人却不明白, 如果一个家庭他们和睦的话, 那么尽管现在是穷的, 但两个人一起共同努力之下, 一定会做出有回报的事情。 就好比如珠子家训中有提到过这样的一句话, 家门和顺,虽因时不济,亦有余欢。 也就是说,一个家庭和睦, 那么他的财产再少, 也能够使他们发家致富。 一对恩爱的夫妻, 会让家里充满着欢声笑语, 使家庭成员的心情会更加地放松, 而且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也能够共同地解决。 我们在电视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成功人士的专访, 他们的成功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点, 那就是他们在付出千辛万苦的之后, 他们的背后都有一个坚持下来的理由, 那就是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 一定是非常和睦的。 一个家充满爱才能够和睦, 有了和睦之后, 整个家才能够兴旺起来。 家庭是靠夫妻两人共同用心经营的, 如果没有足够的温暖, 那就与寒冬的冰窖没有什么不一样。 因此我们在夫妻缘分, 这方面当中肯定在生活上是因为家庭和睦和财产之间的问题 没有及时处理好, 才会导致夫妻之间的缘分走到尽头。 二、夫妻不和,家必败, 在管子中,里面有提过, 内忧则外患。 在夫妻生活当中, 如果求折中的方法, 这样只会使纠纷不断发生, 就会有更加多的问题和烦恼来寻找你。 吵架可能会将你们两个人的财气给吵走了, 更加地留不住你们两个的好福气, 可能情况严重一点的, 还会将你们的夫妻缘分给吵尽。 在这个时代当中, 如果一对夫妻, 他们只有和睦, 才能够朝着两个人共同期望的生活去奔跑。 如果他们两个人不和, 那么他们就很难见到对方心中向往的那片净土。 有的恩爱夫妻会因为财产的分割, 而沦落成为有仇恨的陌生人, 但是这样子不仅会使自己失去自己的婚姻, 更容易失去了所有身边朋友对他们之间的信赖。 其实夫妻和睦才能够留得住整个家庭的福气, 因为一切的缘分和相遇都是由因缘引起的, 因每个人的念头而生长的。 丧生的因和果类式的前缘, 才能够使今生结为夫妻。 因此我们在夫妻相处之间应该更和谐, 夫妻不和就容易加败。 婚姻中,如果夫妻之间有这五种表现, 那么就是缘分尽了, 就算不离婚,也早晚会有婚外情, 不会幸福的,也不会有善终。 一,两个人分床睡,没有夫妻生活, 一对感情好的夫妻,都愿意相拥入睡, 两个人能感受彼此的心跳和呼吸, 都说床头吵架,床尾和。 没错,同床共枕,能增进两个人的感情, 天天睡在一起的夫妻,想感情不好都难。 但如果两个人分床睡, 各睡各的,不仅不陪伴在彼此的身边, 就连基本的夫妻生活都没有, 那么两个人很容易各怀鬼胎, 各有各的心思, 渐渐地就不一条心了。 分床睡,没有夫妻生活的婚姻, 就是缘分尽了, 两个人之间即使不离婚, 也早晚会有婚外情, 总会有一个人因得不到满足, 而在婚姻外发生婚外情。 二,动不动就吵架, 谁也不让着谁, 夫妻两个人之间, 就应该相互理解和包容。 人无完人, 都会有做错事情的时候, 即使吵架, 只要有一方肯先低头, 两个人也能很快和好如初。 但如果夫妻两个人, 吵起架来谁也不让着谁, 谁也不愿意先低头, 甚至故意说一些伤害彼此的话, 还三天两头就吵架, 那么两个人之间很难在恩爱如初。 这样的夫妻, 谁也不会心疼谁, 男人不懂得疼爱自己的女人, 女人不懂得去理解自己的男人, 两个人就是缘分尽了, 就算不离婚, 也会有一个人在婚姻外寻找温暖。 三、不愿意搭理对方, 两个人零交流, 感情好的夫妻, 有聊不完的话, 有闹不完的磕, 两个人之间愿意和对方交流, 愿意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与对方分享, 在彼此面前就是一个话牢。 而圆静的夫妻, 谁也不愿意搭理对方, 谁也不想理睬对方, 两个人之间零交流, 和对方说一句话都会嫌多,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无论有什么心理话, 都不愿意告诉对方。 这样的夫妻, 就算不离婚, 两个人的心理也已经没有对方了, 也不会把心思放在对方身上上了, 会在婚外不断寻找和自己聊得来, 有话聊得一行, 而发生婚外情。 四、不爱回家, 编借口欺骗对方, 感情好的夫妻, 两个人总是愿意粘在一起, 平时需要工作上班没办法, 但一下班, 就会立刻回家, 陪伴在彼此的身边, 不愿意和对方多分开一刻。 而圆静的夫妻, 家再也不是最向往的地方, 再也不是最想回的地方, 即使是在外面忙碌了一天, 也不愿意回家, 也不愿意看见对方, 总是编各种借口不回家。 这样的夫妻, 就算是不离婚, 也很难再幸福, 两个人的心也再也交织不到一块, 总会有一个人, 在婚姻外寻找新的归宿, 而婚外有情。 五、 没有回应, 才是绝境, 争吵并不是一件坏事, 有可能是增进亲密关系的台阶。 如果两个人不去吵了, 反而会让关系变淡。 有个朋友经常跟我吐槽他的老公, 他说他的老公就像小孩子一样, 两人发生了矛盾后, 他会选择晾着他, 不喜欢吵架也不想吵架。 他说, 然而我是能够明显感觉到他情绪波动的, 他选择冷处理, 但这个方法并不能让他在这次矛盾中全身而退。 并且, 次次冷处理的结果是, 双方虽然翻篇, 但埋藏下一个隐患, 问题依然存在。 吵架不是夫妻之间有问题, 而是在处理问题。 而回避争吵只会告诉对方, 我不重视你的想法, 拒绝和你交流。 一味地把矛盾和问题埋藏起来, 才是造成亲密关系破裂的罪魁祸首。 能争吵, 能和好。 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说出想说的话, 也容许对方的表达, 我们也会在每次冲突中成长, 这才是最稳定的亲密关系。 夫妻确实是缘分, 这个缘分当然有到头的时候, 尤其是世间人。 古德有巨师讲得挺贴切, 说夫妻本是同林鸟, 大限来时各自飞, 确实也是这样。 大限是什么? 生命终止,各奔东西。 你修善的就到善道, 造恶的就到恶道, 个人走个人的道, 谁也就不了谁。 即使是恩爱几十年的夫妻, 最后也是缘禁还分手, 再见面就改头换面, 改行意道, 认不出来了。 懂得这个道理, 你要放下情职, 情职不放下, 你六道也出不去。 佛法确实不提倡离婚, 提倡和和。 夫妻的和和最好是什么? 彼此都一起学佛, 成为法伴侣, 成为法兄弟, 法眷属, 互相提醒策利, 在菩提道上一起精进, 这是最殊胜的。 当然, 这个缘分可遇不可求, 你要是求这样的缘分, 未必的好的缘分, 干脆不如求阿弥陀佛, 听阿弥陀佛安排最好。 夫妻在一起, 最重要的互相敬重, 互相帮助, 和谐, 关怀, 照顾, 在关怀照顾的同时, 又尽量地淡化情职, 就是用理性去做事情, 不是感情用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